聽過長達兩天的選任程序及誰程序之後 那在今天的下午3點20分左右做成裁判 那宣判結果 那被告涉犯因獨家而致死部分判處有其獨行10年 那另外就肇事同一部分判處有其獨行3年 合併並執行有其獨行12年 不死人